各位午安 我是家松台的 我是陳美妮 我這裡已經來了第三次了 我今天的宿願就是 我們不是違建一次 我第一個手是建築公司買的 而且我照時間付錢 照時間付稅 我那個房子在的時候 就在那個建商倒掉了 然後我們派委員出來 地主協調 我們把錢拿出來 沒有付完的錢全部拿出來 給他把房子完工 完工了以後 我們最後送電送水的錢 都是我們付的 然後我的房子是自住的 我是四樓 四十九號四樓 房子是自住的 那個地主的一樓的房子 是租出去的 那現在我從85年開始 他就讓我付低價稅 而且付的是一半低價稅 所以我就感覺到 我們一層一層的 你這個蓋完了以後 他本來說建築那個 委員會和解的時候 講是蓋完了以後 把土地投給給我們 最後都蓋完了以後 他們沒有遵守 也沒有給我們 一直拖拖的十年以後 他的法院告我們 說我們欠戰 這個我們就請了律師打官司 這個我們是很順的 結果他又上了最高法院 被最高法院駁回 我們是有權利住這個房子的 我們並不是侵占 他現在是說我們侵占 那我現在付的稅也是一半低價稅 而且我這個房子 他說不可能 就是一直要我付一半的低價稅 你看我們我買這棟房子幾十年了 又是打官司的律師費 又是這個這個 書不稅 我一層一層的被他們剝了多少 我完全照了規矩來付 我的房間稅 水費都沒有一次不付的 全部都按照了規矩來付的 可是你現在說要分配房子的話 你要改建我並不反對 可是你要給我一個公道 我都合法的情緒在手 可是你要個合法的程序給我 你今天竟然要付了你一半的稅 你就要一半的稅的價值給我 你不能說 房租你都收的飽飽了 四十年前你收了多少房租 那我再來替你付這個稅 你說我要審視多少 所以我叫你地主 你要自己要平安心 我們是受害者 假設地主你並沒有受害 真正的受害者是我們 你到現在你還是說 你不肯退庫的話 我也不能贊成才見 你假設說你能退庫 我就想我不靠這個來發財 我只要應得的多少 你就給我就好了 我的要求資源是這一點 我只要你都沒有什麼要求 我盡量你只要你 帶給我的東西給我 我就同意才見 你假設說不能給 不能遇到我這個地方 我也不會同意才見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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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